安心界和中日合作特定會自發的委員們 今天上午11點鐘殺雞飛到臺北 我國方面有關朝野人士 包括張群、何應欽、胡正張、黃國蘇和蔣軍國長 都曾經前往機場歡迎 安心界疫情到達臺北之後表示 這次中日合作特定會是最重要的一次 因為他們代表的人數 從日本方面來著超過欲望的任何一次 過去日本方面所派出代表 經常是25位左右 而這一次有42人之多 包括日本財經界和政治界的重要人物 中日的疫情到達臺北之後 緊接著就在國賓上線執行記者會 安心界在記者會中後路 他將在這一次中日合作特定會議結束之後 將往美國把張總跟美國總統一個身舉行懇談 他要顧起協調中日美三國之間共同問題的責任 他要顧起協調中日美三國之間共同問題的責任 按揭間確實說 中日美三國今後關機的協調 他要靠三國領袖之間相互的了解和信賴 韓國前任總理丁一全 今天上午九點鐘前往行政院拜會了嚴復總統 嚴復總統和丁一全全總理會談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他們曾經就中華兩國和亞洲國家反共前途 以及加強合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陪同丁一全前總理前往行政院的還有韓國國會議員 除丁裴和金用員 他們是在昨天下午陪同丁一全來到我國的 他們準備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中日合作特定會議 在昨天下午三點鐘前往總統府 參會了總統府秘書長張群 安靜建以及他的學員們 有很多跟張群秘書長都是老朋友 今天他們在這裡重複 在歡禪的時候氣氛非常敏感 韓國前任總理金一全 今天下午三點鐘前往亞盟中國總會 敗會了世盟民意主席 也是這一次中日合作特定會議議長 極正剛 極正剛曾經向記者 就這一次中日合作會議的議議 演藝術ely 極正剛才的兩位 銀行的歼入 心全怪 極正剛才政治 極正剛必須的歼入 廖子 清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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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